2023年4月 我在佛罗伦萨旅行一周 但是第一站不是那些著名的美术馆和标志性的景点 而是跑到当地的答案馆办理会员手续 这是因为我想找一份500多年前的资料 来回答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我身后是著名的美蒂奇里卡迪宫 从1460年之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 这里都是美蒂奇家族的住宅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想聊的并不是这个建筑 或者说他们的家族史 那我今天想探讨的就是 网上关于美蒂奇家族的这些故事中 很多都忽略甚至是搞错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美蒂奇银行到底是如何赚钱的 那很多人想当然认为 美蒂奇银行不就是银行吗 所以它就是靠放贷赚利息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中世纪的欧洲 放贷赚利息这件事呢 是被天主教严厉禁止的 那这里有一个技术性的概念需要解释一下 你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中文资料说 中世纪天主教禁止的只是usory 高利贷 也就是说合理的利息是允许的 那这里我们必须要纠正一下 我们中文把usory翻译成高利贷并不准确 它至少不符合中世纪的含义 在中世纪任何收取超出本金以外的金额的行为 都叫usory 换句话说 天主教禁止的不仅仅是高利贷 它禁止一切利息 按照教会法 那些公开的放贷者拥有最低的社会地位 被拒绝圣参和天主教葬礼 死后要下地狱 那美第七银行显然不是这种公开的放贷者 那在佛罗伦萨旅行呢 你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家的建筑 画像以及资助的这种艺术真品 他们拥有极高的社会地费 甚至有家族成员可以成为佛罗伦萨的领袖 Taskney大公 红衣主教 甚至是教皇 美第七银行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普通的银行 所以在禁止放贷的年代 他们是如何通过银行业来积累巨额的财富的呢 那回答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只是解开美第七的秘密 它更能帮我们重新审视 对银行业甚至是对金钱的认知 那在这个视频里 我想带你探索资本在佛罗伦萨的痕迹 一起寻找问题的答案 OK在继续我们影片之前呢 我想先感谢下本频道的长期赞助商 Surfshark VPN 以及他们为大家带来的超级优惠 那为了拍摄这集影片呢 我专门来到了美丽的佛罗伦萨 那旅行过程中啊 我经常要登录一些重要的账户 比如银行券商和邮件等等 然而这些账户呢 往往会在检测到异地登录时限制访问 甚至需要复杂的身份验证 我最难忘的意思就是在进行转账时呢 账户被锁定 我不得不打国际长途电话才能完成交易 那有了Surfshark VPN呢 我就可以轻松的把IP地址设置回加拿大 从而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这次在意大利呢 Surfshark VPN还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 经常使用ChatGPT来帮我做调研 但是呢 意大利政府刚刚禁止了ChatGPT的使用 那幸亏我有Surfshark VPN 我可以把我的IP地址改成 意大利以外的任何的一个地方 这样呢 我就可以正常的开展工作了 那我们在旅行中啊 一定会经常使用 机场饭店咖啡馆的WiFi 那这些公共WiFi 往往存在安全隐患 使用Surfshark VPN 可以加密我们的网络链接 确保隐私和数据的安全 当然VPN还有很多其他的使用方法啦 比如访问特定地区的流媒体内容 游戏和服务等等 那Surfshark VPN的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它支持同一个账号 可以同时登录无限制数目的设备 那这就意味着 你和家人只需要一个账户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使用优惠码MoneySYZ 或者使用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可以获得独家优惠 外加额外三个月免费 另外还有30天内退款保证 不用担心不适用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强烈推荐大家 尝试使用一下Surfshark VPN 那再次感谢他们 对本期视频的赞助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 美第奇银行的秘密 那想要理解 美第奇银行赚钱的秘密 你首先需要明白的是 中世纪的银行 并不是我们当代人理解的银行 我现在在Academia美术馆 那这里有著名的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 但我来这里并不是看他 我想找的其实是这样的一幅版画 那这幅版画是当时放置在 弗洛伦萨的珠币厂 它描述的是圣母加冕 那注意看 它这个版画的下面 有一排徽章 代表当时弗洛伦萨的各个商会 那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徽章 它代表的是 美第奇家族所属的换汇者商会 对 它叫换汇者商会 而不是所谓的银行商会 这是因为在中世纪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银行的最主要功能 其实是换汇 而不是所谓的借贷 这其实和银行在欧洲的起源有关 我现在在另外一个巴基罗博物馆 那我要看的就是这幅著名的 Money Tender and His Wife 换汇者和他的妻子 那换汇者就是银行业的先驱 Bank在意大利语里是Banko 长条桌的意思 指的是这些换汇者 往往坐在长桌旁工作 后来人们就把 专门兑换货币的地方叫做Banko 也就是我们说的银行 这就是为什么这幅画 也往往被翻译成Banker and His Wife 那后来这些换汇者 逐渐就开始了储蓄银行的业务 但按照教会法 你给储户发利息 也叫做Usery 所以为了规避这一点 银行给储户发的不叫做利息 叫做礼物 或者说是利润分成 再加上有很多主教 也是这些银行的客户 所以他们就对此睁着眼闭着眼了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种换汇者银行 往往规模比较小 他们也主要是经营的本地业务 在佛罗伦萨这种银行并不多 那在这个地方 更具主导力量 是像美帝奇这样 由有钱的商人发展而来的商人银行 他们的主要业务 就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换汇 而且他们换的这些货币 也都是比较大额的金币或者银币 那听到这里很多人会说 那谜题解开了 美帝奇银行是通过换汇赚取利润的 但这里有个问题 换过汇的人都知道 这个换汇的手续费的利润没那么高 而且汇率是浮动的 所以你的收入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美帝奇银行怎么能够仅仅通过换汇 而积累巨大的财富的呢 那在来佛罗伦萨之前 我提前联系了当地的档案馆 我们要找的答案就在这里 OK 这些就是美帝奇银行 当年进行国际换汇业务所使用的汇票 叫做Ledda di Cambio Bill of Exchange 他们就是美帝奇银行的秘密 这些文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正规合法的汇票 但实际上呢 他们更像是欠条和贷款 对 美帝奇银行它并不是不放贷 而是他们巧妙的把贷款和利息 隐藏在正规的换汇活动当中 这才是他们积攒残富的秘密 汇票最初源自于中东 14世纪时开始被意大利商人大规模使用 其目的就是通过兑汇交易掩盖借贷活动 那汇票操作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非常复杂 那我们就用一张典型的汇票来解释其运作方式 那这张汇票呢 分正反两面 这是它的中文翻译 这个交易涉及四个角色 维尼斯美帝奇银行 维尼斯商人 伦敦美帝奇分行 伦敦商人 那汇票显示呢 美帝奇银行在1463年7月20日 给维尼斯商人500枚杜卡特金币 三个月后 伦敦商人需要以每杜卡特47英镑的汇率 将等值500枚杜卡特金币的英镑 还给美帝奇伦敦分行 这其实就是 维尼斯商人通过美帝奇银行 把英镑兑换成了500枚杜卡特金币 那这张汇票里并没有说三个月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间是一个默认 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 那这个听起来好复杂啊 为啥维尼斯的商人换汇 要让一个伦敦的商人去支付呢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 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 事情的真相可能是 维尼斯商人向美帝奇银行借款购买货物 然后将货物运到伦敦销售 他们在伦敦的代理商将货物售出后呢 用所得的英镑还款给美帝奇银行的伦敦分行 那为什么时间是三个月呢 因为在中世纪啊 从维尼斯到伦敦的运输时间就是三个月 到这儿你看明白了吗 这个过程看似是换汇 但实际上是借款和还款的过程 让教堂没想到的是啊 利率其实就隐藏在所谓的市场汇率里 我们要明白的是啊 国际换汇业务的主要参与者 就是这些商人银行 他们都非常清楚 这种换汇实际上就是借贷 因此他们报价的市场汇率里 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他们期望的利息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能够确保汇率的波动对自己有利 我们当代人很容易低估宗教或者道德 对资本的束缚 但是在中世纪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即使像美帝奇家族这种富可敌国的商人 也不敢公然的去和教堂去作对 所以他们就只能通过合法的汇票 这种复杂且隐蔽的借贷方式 绕过宗教的束缚 去打造一种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的银行模式 而这种模式在17世纪以前一直都是主流 然而有趣的是 汇票的真正意义远远超过了 它最初被美帝奇这样的银行 用来掩盖贷款的目的 那这幅插图来自于中世纪德国的一本 关于汇票操作的手册 乍一看它像是在描绘一个宗教场景 但实际上它富含象征意义 它是汇票的拟人化 代表汇票的人物像一个圣人或君主高高在上 右边的天使手里拿着时间沙漏代表汇票交易的时间跨度 原规代表地图上的距离 也就是汇票涉及的不同城市 下面的这个人举着钱代表换汇的行为 背景是港口的船舶和陆地上的马车 这代表国际贸易 这幅画就是汇票的图腾 那汇票被推举到这样的高度 并不单纯因为它是一种隐形的借贷工具 它在中世纪欧洲的普及也并非纯粹偶然 它的背后存在着更大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力 那在中世纪的欧洲呢 贸易发生了一个逐渐从游走的商人 到固定商人的一个重要转变 那所谓的游商呢 就是商人赶着马车 带着货币带着钱到欧洲的各个集市上来进行贸易 那这种方式呢 效率很低而且很不安全 那后来呢 这些有钱的商人就开始固定在一个地方 通过这种专门的运输公司和代理商人来进行贸易 像美帝奇银行这样遍布欧洲各地的商人银行网络 以及汇票的使用呢 使得这个货币不需要再跟着货物来进行移动 人们直接从纸上就可以完成国际贸易 在一定程度上 汇票可以被视为纸币的原始形式 是货币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从汇票到纸币的转变仍有许多步骤 例如汇票无法转让 并用时间限制 比如我们例子中的美帝奇银行 必须要等三个月才能收款 这些因素限制了交易的速度和效率 因此货币从汇票到纸币的进化过程 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汇票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下一个关键变化 就是获得可转让交易的特性 这个转变发生在资本历史上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 却被很少人知道的城市 那我也专门探访了这个城市 做了一期视频 强烈推荐你去观看一下 那今天的故事呢 不仅仅是美帝奇或者说汇票的故事 那它其实更像是资本和货币的故事 那通过这一番探索呢 让我有种感悟 那就是资本仿佛具有某种生命力 他们在中世纪撞上了宗教这种大墙 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滞前进 他们绕了个弯 最终还是到达了它目的地 而汇票呢 在当今依然存在 只不过它回归到它最原始的目的 国际换汇 而他们和美帝奇的故事 都被封存在这些宝金沧桑的建筑 和那些厚厚的档案之中 OK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这种实地探索的视频 是我第一次尝试 那这种非热点类的话题 很难受到YouTube的推荐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希望你能够帮我点赞评论 这样才能有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